第三百二十五集 阳浩鸣嘟嘟嚷嚷在梁王面前告状 父王,你看大哥小气啊 梁王心里叹息,浩军在外面定是吃了很多苦 才让他的防备心这么强 其实他想错了,阳浩军在外面并不担心吃的 反倒是在梁王府,他被轩然逼得必须小心谨慎 好了,你大哥说得对,那是你大嫂酿的酒,总好私下里给你 你想喝了,你就叫上你大哥,一起来我这里,我们父子三人一起喝酒 梁王道 好了,我看你也喝了不少,赶紧下去休息吧 那,那好吧 阳浩鸣印象,在下人的搀扶之下离开 在阳浩鸣走后,梁王一阵心烦,失望 这么多年,徐家光从阳家就得到了好几百两的银子 以前梁王知道徐燕燃会给徐家一些钱财,东西 可没想到差点毁了梁王府的基业 这次给阳秦儿置办嫁妆,不偏不倚 按照大儿子阳浩军聘礼的七成 二儿子阳浩鸣的聘礼按照阳浩军的九成置办 梁王也喝了不少,心里有事 回到卧房,迷迷糊糊睡着了 杜九妹在阳浩军去了前院 听下人说,阳浩军正在和肖昆一起喝酒 杜九妹就十分担心 对于阳浩军来说,肖昆是第一次见的人 是阳秦儿的夫婿,并不会有太多的提防 可在肖昆眼里,阳浩军是他杜九妹的夫婿 是杜大山的女婿,是仇人 如此一来,有心算计无心 阳浩军或许会吃亏 中午,杜九妹每天雷打不动要午睡的 可今日杜九妹没有午睡 足以证明杜九妹焦躁和不安 子婿是杜九妹身边伺候的大丫鬟 最是能感觉到杜九妹的异样 杜九妹现在有孕,子婿不敢马虎 狮子妃,你这是怎么了 子婿小声道 现在可是你午睡的时辰,赶紧睡了吧 杜九妹没有困意 举止有几分焦躁,摇摇头道 没事的,我今日不困 狮子回来,你立即带过来 是,狮子妃 子婿劝不住,只得印象 但她并没有离得远,而是在门口的地方等着 随时关注杜九妹的情况 等到阮浩君一身酒气地回来 子婿赶紧伺候阮浩君喝了醒酒汤 阮浩君洗漱之后,换了干净的衣服 子婿这才带阮浩君进了杜九妹的屋子 见到杜九妹眼神灼灼看着她 阮浩君也有几分奇怪 扭头看了看沙漏 貌似这个时辰正是小妻子午睡的时候啊 子婿识相地悄悄出去 把空间让给小夫妻二人 小九,你不困吗 阮浩君坐在杜九妹的床榻边上 闻到了熟悉的香味 便躺了下来,眯上了眼睛 杜九妹晃了晃阮浩君,问道 那小鬼人如何啊 阮浩君眯起眼睛,歪着脑袋,道 小九,你现在可是嫁人了 在夫君面前问起其他男人 你夫君我会吃醋的 杜九妹紧张了情绪 因为阮浩君的这句玩笑话破功了 这家伙吃醋了 有点微信的阮浩君说话软软的 有几分娇憨可爱 你呀,回说什么啊 杜九妹拍了阮浩君的胳膊一下 我就是问问 那学然看上的女婿是什么样的人 哪你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阮浩君翻身侧着身子 眼睛亮亮的看向杜九妹道 那也不行 你只能看我一个男人 不能看其他人 杜九妹捏了阮浩君的鼻子,道 行啊 但愿你在我祖父,父亲,哥哥面前 也能这么理直气壮 阮浩君心虚,强词夺理,道 那是亲人,不一样 好,一个不一样 说来说去,都是你的脸 杜九妹道 你喝醉了,睡一会儿 以后再和你说 你陪我睡 阮浩君像个小孩子一样 拉着杜九妹不放 眼神变得火热 只是当眼神落在杜九妹的肚子上的时候 只得忍下,睡觉 活真价实地睡觉 杜九妹见到夫君微微放心 不自觉困意袭来 跟着阮浩君一起睡着了 至于肖昆的事情 杜九妹决定以后找个机会 好好和阮浩君说 让他心里有数 见到肖昆要小心提防 肖昆从梁王府离开之后 并没有回自己的和郡王府 而是在京城里四处逛逛 尤其是经过那些 让他产生怀疑的店铺之时 下了马车 亲自进去看看 掌柜子 你们这里的香皂 哪个卖得比较好啊 一个女子柔声问道 手里拿着一块梅花味的香皂 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肖昆听到这个声音 突然身心一晃 他记得这个声音 为了印证自己的心里所想 肖昆快走几步 来到女子面前 不过女子前面是柜台 肖昆只能看到女子的侧面 刚要出声 肖昆发现那女子 长得和刘敏并不像 只是声音很像 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人 女子下意识往边上动了动 这才扭头看向肖昆 等看清楚眼前男子的样子之时 女子瞪大眼睛 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尖叫出声 天哪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 他也穿越到这里了 这个女子 正是刘敏 现在是婉萍身边的大丫鬟 每个月有一天假期 他就出来逛逛 没想到这次过来 居然见到了 容貌酷似王家民的 一个青年男子 看到这个男人 刘敏许久不做的噩梦 再一次涌上心头 狼 无数的狼 那些狼 一口一口咬在他的身上 相比较肉体上的疼痛 精神上的惊恐 更是男人 这一切都是王家民 杜酒妹造成的 刘敏恨杜酒 更恨王家民 他那么爱那个男人 可是在关键时刻 那个男子对他不管不顾 任由被狼群吃掉 一个人跑走了 那么多的狼 王家民也不能幸免于难 也会被狼群吃掉 如果不死 王家民又怎么会出现在他眼前呢 肖昆见那女子的容貌 并不是刘敏 可是他从女子的眼神里 看到了怨恨和惊恐 他知道自己的容貌 和前世相差不大 此时女子露出这样的表情 足以证明之前他们认识 刘敏 是你吗 肖昆上前道 当听到这个名字 刘敏更加确定 此人便是王家民 刘敏身子一正 连忙快步跑了出去 仿佛跑出去 就可以逃离 身后狼群的撕咬一样 肖昆喝了酒 追不上刘敏 刘敏经常出来 对这一片很熟悉 七拐八拐 东躲西藏 十几个呼吸间的时间 刘敏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 肖昆的视线里 肖昆拍拍 昏沉的脑袋 突然意识到自己 犯了一个 十分重大的错误 当初在逃命的时候 他对刘敏 不闻不问 那刘敏 定是恨死他了 如果知道 他现在的身份 只要有机会 那么以后 一定会报复的 刘敏对他的恨意 并不比杜九妹的少 现在他在明 刘敏在暗 防不胜防 唉 都是喝酒惹的货 让他思考能力下降 以后可不能这样喝酒了 肖昆遗憾 赶紧让人去追刘敏 查查刘敏的底细 虽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但肖昆也证明了 刘敏的存在 坐在马车里的肖昆 想想前世今生 杜大山 杜九妹 刘敏 都在这里 辛仇旧恨 汹涌而来 令人不寒而栗啊 巨王 小的 小的没有追上 肖昆派出去的人 追出去很远 没有发现 那女子的踪迹 肖昆知道 刘敏比杜九妹精明 刘敏要是想躲起来 他的确找不到 你去刚才的铺子 以及附近 打听一下 肖昆吩咐道 那个女子 对我有大用 今日郡王喝了酒 没有以往凶狠 是 郡王 那人松口气说完 又去打探 不敢停留 肖昆今日 受到很多刺激 加上喝了酒 到现在还没有醒酒 于是只得让车夫 赶车回家 趁着酒意 肖昆很快 迷迷糊糊 进入梦乡 在他的梦里 把前世的事情 过了一遍 最后定格在 狼群追赶的场景 他仿佛一个局外人一样 从头到尾 目睹了刘敏 被狼群撕咬 吃掉的过程 刘敏临死前的眼里 是满满的 无法化开的恨意 啊 啊 肖昆惊醒 满身大汗 撵腻腻的 非常不舒服 相比较身上的不舒服 心里的忐忑 战力 更加让他胆寒 不知所措 且说那刘敏 跑出去之后 同自己的哥哥会合 便躲到了香水铺子里 小敏 你脸色不好看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刘敏问道 这些年 跟对了人 得到重用 他再也不是 以前的那个 乡下出来的土包子 刘敏对这个 聪慧 美丽 改变他命运的妹妹 很是关心 知道刘敏喜欢外面 所以才带他出来逛逛 刘敏深呼吸几下 找了一个借口道 没事的 哥哥 刚才 看到了一个疯狗 差点咬了我 呀 这里可是闹市区 怎么会有狗啊 刘敏不解 他可是从来没有看过 以为妹妹是在说笑 就是啊 刚才 我拿了石头砸 跑走了 我怕他再过来 就赶紧跑了 刘敏道 不想和哥哥 说刚才的事情 哥哥 天色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宫了 刘敏半信半疑 不过妹妹不愿意说 他也不再问了 妹妹已经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思考 并不需要试试和他说 确定没人跟过来 刘敏才跟刘敏一起回宫 刘敏回去之后 早早睡下了 在梦里 刘敏也梦到了前世的种种 最后定格在 狼群吃了他的瞬间 刘敏大喊出声 突然坐了起来 满头大汗 好一会儿 刘敏环顾四周 好在他的房间 只有他一个人 并没有打扰别人 顾不得拿着帕子擦擦汗 刘敏摊坐在床上 黄家明 黄家明 想着 想着 刘敏的眼泪 不由自主 速速往下落 如果前世没有遇到杜九妹 没有遇到肖昆 或许他可以活得很好 他有美貌 有学历 有能力 虽然家境不好 但只要努力 怎么就不能过上好日子呢 他真是瞎了狗眼 才看上王家明 做王家明的情妇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外面有小宫女 来叫刘敏起床 刘敏才意识到 他居然半夜没睡 柔柔酸色的眼睛 打起精神 他已经重生了 已经按照之前的计划 一步步前进 以前的过往 不能成为阻碍他前进的理由 至于王家明 等他有权有势了 第一个 就杀死那个 忘恩负义 薄情寡义的王家明 杜九妹今日 也是睡得不安稳 好在身边有阮浩君 状况好一点 并没有做噩梦 杜九妹现在 并不知道肖坤 已经见到了刘敏 一日一早醒来 突然觉得昏昏沉沉 阮浩君关切问道 小九 你是不是头晕啊 杜九妹揉着眉心 道 我还好 就是浑身无力 那我去请太医 阮浩君道 你在家里好好休息 杜九妹点点头 并没有说话 继续躺在床上 阮浩君去请大夫之前 让子婿子仁过来伺候 廖嬷嬷也过来 给杜九妹把脉 好一会儿 道 世子妃 你是从什么时候 不舒服的 杜九妹微微睁开眼睛 道 从 从快天亮的时候吧 当时有点晕 我没在意 翻个身又睡着了 早上起来更加晕了 周嬷嬷听说杜九妹不舒服 也过来看望 道 吃食没问题吧 回嬷嬷 世子妃的吃食没有问题 不光全城有人盯着 而且有人试吃 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状况 就世子妃一个人 奴婢猜测 应该不是吃食的事情 紫荣回答 她说的这些都是有根有据 并不是随意说的 亮嬷嬷面色凝重 道 世子妃身体没有大碍 可 可老奴觉得 世子妃的生机 在一点点减退 众人一听 心里大害 生机一点点减退 那如果生机减退到最后 是不是 就生机全无 没了性命 杜九妹也是一愣 她以为是染上风寒 或者孕期反应 可这些都和生机关系不大 摸摸 我 我会不会死 杜九妹 结结巴巴问道 她才17岁 肚子里有了孩子 有夫君 有那么多疼她的亲人 这么美好的日子 她不想死 她想好好活着 活到长命百岁 世子妃 大清早的 不要乱说话 周嬷嬷道 世子去叫太医了 一定会没事的 廖嬷嬷也意识到 刚才的话 吓到杜九妹了 连忙道 世子妃 先不要急 可能是老奴的诊断 是错误的呢 杜九妹心里忐忑 廖嬷嬷 擅长调理身体 懂得医理 并不会无地放尸 不过为了 不让身边的人 太过担心 杜九妹只得 强自镇定 不一会儿 白晋琪 李御医 都被阮浩军请来了 他们的诊断 和廖嬷嬷差不多 因为杜九妹是孕妇 用药限制很大 白晋琪和李御医 商量之后 保守用药 暂时稳定杜九妹的情况 杜九妹年纪轻轻 按理说 现在身体康健 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仿佛一夜之间 就出现了病症 一点都不符合常规 李御医不能留在梁王府 白晋琪留下来了 这一次 广陵王府的人 听说杜九妹生了重病 顿时炸了锅 除了有了身孕的静怡公主 其他人都来了梁王府 广陵王之前忍着没来 可这次来的比谁都快 见小九儿在昏睡 广陵王并没有叫醒杜九妹 而是到了外间 问白晋琪 道 不要担心说错话 本王相信你的判断 小九这样的状况 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白晋琪苦着脸 道 回望眼 属下已经问了 伺候世子妃的丫鬟婆子 和往常一样 并没有异常 属下觉得 世子妃的病 来得蹊跷 可是人所为 广陵王问道 皱着眉头 难道这转号军 真的是天煞孤星 专门客人 广陵王甩掉脑子里的荒谬想法 他不信这些 白晋琪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而是郑重地说道 黄晋 属下前天还给世子妃 请平安麦 身体很好 没有半点问题 按照丫鬟婆子精细 世子妃不应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是说 小九如果有问题 前天请平安麦的时候 可以查出来 广陵王问道 是啊 小九身体一向康健 比一般人身体都好 突然有这样的病症 不合常理 白晋琪点点头道 是 王爷 世子妃身边的廖嬷嬷 一数并不比属下低多少 她一直在世子妃身边 几乎每天都给世子妃把麦 也没有察觉 廖嬷嬷上前道 王爷说的是 我昨天晚上还给世子妃把麦 没有任何问题 广陵王皱眉道 照你们这么说 小九就跟中邪了似的 周嬷嬷听到广陵王的低男 突然身体一正 猛地瞪大眼睛 宙贤 宙贤 小九一定是宙贤了 广陵王听到周嬷嬷的声音 看了过来 很奇怪周嬷嬷为何这么说 中人顺着广陵王的眼神 也纷纷看向周嬷嬷 嬷嬷嬷 你想到了什么 阮浩军急忙问道 看着杜九妹虚弱的样子 她心里犹如刀绞 如果一见希望 阮浩军都不会放弃 周嬷嬷 身体颤抖 结结巴巴道 在 在浩军三岁大的时候 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日是中秋节 王爷来看王妃 并且住下了 那时王妃很开心 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王妃就病倒了 貌似那时候 太医也是说王妃 生机不断减退 却查不出原因 最后 只能吃药续命 当初梁王妃 难道不是郁郁寡欢 才郁郁而终的吗 广陵王反问道 这是梁王府的私事 如果是以前 她不会过问 可现在她的孙女出事了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周嬷嬷心里哀伤 不过仍缓缓说道 王妃对王爷失望 可也不会一下子 就生机减退啊 之后即使吃药续命 但在好军不到五岁的时候 撒手人寰 当时那个太医 也无意中说了一句 就好像中邪了一样 所以在听到你们谈话的时候 让我想到了以前 两件事情多么相似 一件事可能是巧合 可出现两次同样的情况 那就不是巧合了 很难道